作为神魔小说 风神榜的地位远不及西游记 但风神榜对民俗的影响不亚于西游记 就像一些名山古叉一样 入口处的天王殿特地写着提示语 四大天王非魔家四兄弟的提示语 风神榜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除了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成了西游记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仙魔大乱 层出不穷各种魔法武器 尤其是凡人武将 还有乱拳击杀法师的存在 更让这部小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而且 这部小说在西游记的神仙体系之外建构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我们知道先有天地神人鬼这五种级别 级别最高的为天仙 孙悟空即是天仙级别 但天仙亦有区别 在风神榜中更是得到了细化 风神的设定中 登场的第一高手为红军老祖 他可以随手创造 灭掉一个世界 虽然他并没有出手记录 但从太上老君等三大弟子对他毕恭毕敬来看 红军老祖的实力有多么恐怖可想而知了 而他也是唯一一个混元无极大罗金仙境界的仙人 混元者 元气未分 混沌唯一 元气之时也 无极 道德终极性的概念 大罗指的是包罗万象 可以说 红军就是这个世界的开始和极限 他已经完全掌控天地大道 这点也造成了他的弟子与他的差距 太上老君 元始天尊 通天教主都只能做到领悟天地大道 进入混元大罗金仙境界 与太上老君师兄弟三人同样修为的还有西方准题 金尹道人 人间的福西 轩辕 神农三皇 女娲娘娘 浩天上帝 也就是玉帝和瑶池王母也属于这个序列 但在他们中间 实力也不是均等 向太上老君可以一气化三清 独自逼退通天教主 可见老君的实力堪称红军坐下第一人 可以无限逼近老师的境界 至于女娲娘娘 应该这些大咖中间最弱的一位 因为正到时间晚 尚在初七 红军的境界 只有老君能够勉强达到 原始天尊等人的境界 对其他仙人来说 已经是渴望不可及 事已达到天仙中的级别 前两种境界就被称为圣人 一些资质较高的仙人 能够达到准圣级别大罗金仙 已经可以烧高香了 大罗金仙突出特征 是至少修成了三花巨顶 武器朝圆 可以立百节而不死 部分修为高身者甚至窥晤天道 但他们大部分还得在红尘中打滚 对于原始天尊那种逍遥自在 只能艳陷 这个境界也可以按照修为来区分 大罗金仙初期 如财神爷赵公明 可以武器朝圆 但却未登大罗 大罗金仙中期 如文太师 虽然正到大罗 但道德有亏 道家的道德与儒家的道德不同 道是万事万物的法则 得是按照道的法则办事 赵公明和文太师在修为上还是差了一些 向多宝道人 金灵圣母道德以权 已经窥见天道的门槛 实力无限逼近圣人 不过 这却证明了通天教主有教无类的成功 在原始天尊座下 除了南极先翁 仅有燃灯道人初步迈入大罗金仙级别 在燃灯和赵公明论辩时说道 无字天皇修成正果 至今上南逃红尘 道兄无拘无束 却要争强 燃灯这句话可能有谦虚的表现 但也说明了和赵公明的修为差不了多少 只不过 燃灯机缘不是一般好 巧合下拿到了赵公明的24颗钉海珠 至此成道 可怜无价之宝 赵公明只会当板砖时 怪得了谁 赵公明的师姐妹三肖娘娘 更是拿出了对燃灯和十二金仙的碾压表现 还是原始天尊不讲武德 亲自出手 才解决了三肖娘娘 这除了证明三肖娘娘至少与赵公明是一个级别 还证明了十二金仙的级别更低 十二金仙中的金仙每个人寿元超过千年 基本摆脱了生死轮回 而且紫气绕体或者武器朝元 他们的对手九龙岛四圣 十天君也是这个行列 可以说 圣人级别是绝顶天仙 准圣大罗金仙级别是超一流 金仙则是标准一流的天仙 在十二金仙之下 他们的师弟姜子牙 包括门徒哪吒的两位兄长 黄天化等人 寿元叫凡人长 也可以熟练使用五行顿术 但神通却很一般 他们上阵往往和凡人武将一样肉薄 他们这个境界就属于神仙境界 封神中的托塔天王李靖 虫黑虎以及亨哈二将 仅具备某样法术或法宝 连江子牙那样使唤黄金历史都做不到 可见实力非常普通 除了赖以历身的法宝或法术 他们与凡人武将无异 像哈将陈奇 还被泰鸾和黄天鹿刺伤过 虫黑虎也一度被苏泉忠压制 他们就是非常普通的修仙者 人仙 人仙和神仙还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躯体也会有凡人的困扰 像吕月的瘟疫 他们就无一幸免 当然 十二金仙中 黄龙真人是个另类 他们的门徒中 杨简和哪吒算是翘楚 杨简的实力可以正面硬杠文太师和赵公明 估计除了准圣和圣人级别 谁都拿杨简没辙 哪吒在于身体构造奇特 加上太乙真人后期给了多样法宝 实力是产教第三代门徒中 杨简之外第一人 反观黄龙真人 无法宝 无战绩 无弟子 被吕月的弟子追着跑 还得哪吒解围 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嘴炮儿 黄龙真人就是风神大战中负责搞笑的存在 像杨简在风神大战之前 就已经成了仙道参加风神大战 纯属23岁的郑子和8岁的梅西同场竞技 李靖全家雷震子维护几人肉身成圣 他们在西游中进阶为大罗金仙也是必然 不过从风神大战中 可以看出 仙品的高低并不是实力唯一的标准 首先是法宝的加成 其次 要看对战时把握战局的能力 姜子牙在经过早期的吃鳖后 仗着打神鞭在手 知道仙下手为强 所以一度战胜了不少金仙 但对大罗金仙 姜子牙或能将之积伤 或者干脆没辙 这也是西游的主旋律 不少妖怪仗着法宝 对孙悟空占尽优势 但让孙悟空受伤 甚至想弄死孙悟空 想都别想 至少 孙悟空也具备大罗金仙的实力 可是 西游中 不少妖怪和仙界的朋友 都称呼孙悟空为太乙金仙 镇原子甚至轻蔑地称他太乙散仙 反观猪八戒 那是大罗金仙 这是为什么呢 从风神到西游 其实我们看到修仙正如考试一样 有进士科也有明经科 有全日志也有自考 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大 狄仁杰是明经科出身 做到了宰相 海青天甚至只是一个举人 但取得的成就可比一般进士高多了 再有 就是孙悟空 他的修仙方式和狄仁杰两人一样 并非正统科班出身 所以镇原子说他太乙散仙 寿行说他未入真流 因为如果按照红军三清的正统课程修仙 那么就相当于全日志大学毕业 才散主流 步入仙人行列 长生不老 那就是本科毕业 作为大罗金仙 猪八戒 二郎神 哪吒等人根正苗红 相当于全日志清华大学本硕联读 相应的 他们的师父算博士 三清这个级别的自然就算博导 孙悟空是菩提祖师教的素成品 相当于三年就自考完了清华大学的本科课程 所以实力与二郎神可以不相上下 后来基身太乙金仙天仙级别 说明孙悟空已经拿下了在职研究生的文凭和硕士学位 镇原子作为帝仙之祖 最多相当于全日志普通高校的本科生 正宗但学历不高 因此 从学历而言 孙悟空比镇原子高 但从第一学历来看 镇原子又有足够的底气傲视孙悟空 但镇原子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把孙悟空称为太乙散仙 也就是说在天庭没有编制的天仙 可是 孙悟空能将寿性和观音请来 寿性还称呼孙悟空为大圣 这说明孙悟空在天庭没有实际职务 但编制仍在 这就是镇原子不能比的了 这也促成了镇原子高攀孙悟空 与孙悟空结拜的情节 风神榜开篇 以玉帝命令十二金仙到天庭上班为开端 玉帝最初选才看来也蛮注意迈向的 玉帝对于通天教主坐下那多物种团队就不感兴趣 面对玉帝抛出的橄榄枝 十二金仙都选择了拒绝 让习惯了咸云野鹤生活的十二金仙去按时上班打卡 是一种折磨 再者 玉帝这个老板不太好伺候 他都可以把亲闺女贬在红尘 更有甚者 从封神来看 哪怕强悍如金灵圣母 赵公明一旦死后被封神 就在修宣的路子上戛然而止 甚至于关羽 妈祖等人死后 也获得了神仙资格 可见到天庭上班对于已经具备金仙根基的仙人 是一种降级使用 当然了 神仙还有一种来源 那就是地仙宴居陈氏 用功不已 关节相连 抽签天拱而金睛练顶 玉叶环丹 练形成器而武器朝圆 三阳俱顶 宫满忘形 胎仙自画 阴尽阳唇 身外有身 脱至生仙 超凡入圣 谢绝尘俗 以反三山 乃约神仙 那么 镇原子主动给玉帝 敬献人身果 也有步入神仙境界的想法 至于金仙 大罗金仙 他就不用奢望了 而李静等肉身成圣的七人 在天庭有高职 还可以迈入大罗金仙的境界 在修仙的路子上 仍旧有前景 更何况 二郎神还可以听调不听宣 我们可以畅想 在西游中 十二郎神师父级别的 十二金仙中的好几人不太露面 或许他们已经可以达到师尊 原始天尊的境界 可以在长生的同时逍遥自在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